四校陪力双语国际教育 验收学生们学习的亮丽成绩 这四所结盟的完全中学分别是人武高中 文山高中 瑞祥高中 以及林园高中 他们分别在国中部设立双语课程 而高中部成立双语国际专班 并有瑞祥与林园高中 与美国阵营高中 还有文山高中与美国的菲尔蒙特高中 进行双联制的合作签约 毕业之后 休克的同学一方面可以取得本校的毕业证书 同时也可以取得美国高中的毕业证书 积极促成四所学校的双语国际专班 立伟林代化表示 计划的执行将来在扩大之后 可以让蔡总统的2030年台湾双语国家前瞻计划目标 可以顺利达成 而治理科技大学奖座教授陈超明 引用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说法 强调外语学习 迈向国际化 也能提升整体国家 人民的竞争力 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在生前的时候 曾经提过两件事情 他说新加坡能够环容50年 主要是他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他把英文当成他们的主手语言 第二件事情是他引进了国外的人才 也让新加坡的人才能够走出去 这是让新加坡过去环容50年 也是未来环容50年的重要基础 也是让新加坡在东南亚的国家里面 他能够成为东南亚的典范国家之一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市议会教育小组召集人 市议员佟彦珍也引用新加坡 香港从小实施刷语教育 带动国家整体竞争力提升的案例 来强调英语学习环境 与从小快乐学习的重要性 所以高雄市目前已经有桥头的实验幼儿园 他同时也提出解决失之不足的建议 这个双语是很多年前我就开始 当议员的开始就已经在推动双语 但是我的期待 希望这个双语的教学能够普及 而不是只有实验学校 都能够接触双语教育 那现在今天我又看到四个学校 完全中学 从国中到高中都可以接受双语教育 那我相信我们的市政府 教育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要全面的推动了 英语的双语的教育 最重要的就是环境 我觉得除了我们在学校的教学之外 我们是要营造一个双语的环境 是应该目前最大的 需要去努力的方向 那双语教育呢 英语的学习跟对孩子来讲 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小孩子要国际观 一定从语言开始嘛 政策上并没有开放 尤其是我们很多的外籍的老师 现在非常的缺乏 那我也是鼓励 也希望我们委员回去能够帮忙 一些读外文系的毕业的 其实我们有个外文系毕业的 我们本国籍的老师 他们是不是可以在制度上做一些改变 加强训练他们的研修 让他们也可以进入到各学校去教英文 我们能够在这个推动双语的部分 他们都能够加入这个行列 教育局副局长陈佩鲁 很认可四所学校所推动双语国际专班的成效 他强调希望双语的学习不是局限在特定的学校 而是一个城市的氛围 可以看得到高雄市其实从去年 因为在立委的支持以及国教署的协助之下 能够成立这样四个学校的一个联盟 来把双语专班这样子的愿望可以落实 那其实这四所学校都是完全中学 其实有别于我们过去再看明清高中的这个状况 主要是因为希望能够让课程是从国中到高中 有一个很好的衔接 那高雄市其实很希望双语的学习 不是只集中在特定的学校 它是一个城市的氛围 那让2030国家双语政策能够真正的落实 所以高雄市在不管是师资的这一部分的培训 或者是外师的引进 还有再来就是学校课程的合作 这一块其实有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规划 希望在来年其实不只是拔尖能够让这些学生被看见 带着这样的语言的能力能够进到国际上 也希望能够做到普及 把相关的一些双语的资源能够普及到各个学校 适合学生从小开始扎根一直到大 对于他们未来的学习其实是一个无国界的学习 当然也希望他们能够把台湾的好带到国际上 仁武高中校长江春仁很乐见实施 还不到一年的双语国际专班 就能展现如此的成效 他说 今天我们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有今天这样子的成果 尤其是我们市立四个学校的合作的团队 在将各校发展各校的特色 这要感谢代华委员陈昭明教授 跟争取国教授跟教育局的经费 让我们在高雄区能够有一条笼 从国小国中高中 然后迈向未来的大学 来争取培育我们的国际性的人才 这是我们站在教育的立场上应该要做的 也感谢我们这些家长会的资源 仁武高中的外籍老师也分享指出 希望专班的学生不只是学英文会考试而已 而是能够懂得如何学义、致用 所以他们除了教实用的英文之外 也会导入一些学术性的英文 而为达到这个目标 他说 我们办了许多的活动 像是圣诞节、复活节 甚至像今天这个成果发表会 都可以帮助学生们增进英文能力 而每次学生们都做得非常的棒 人武高中学生徐晨毅 今天除了上台以全英文分享学习的经验 也强调双语国际专班全英语情境的上课方式 也如在国外上课一样 可以增强英文听语说的人力 并让学习变得更有趣 更能乐在其中 这个双语班 然后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让我们更有在外国学习的感觉 因为毕竟是全英教学 然后让我们可以增强 就是很多台湾人都比较弱的听力跟说的一个部分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课程 Well, when I was in the storytelling class and teacher Ronnie also let me know something more about the story that I used to and I think this lesson is more make more enjoying the English and learning English and be more fun and not just like the original stuff 维山高中校长王明正哲强调 学生们从国中到高中六年的学习 还与美国费尔蒙特高中双年上课 毕业就可以拿到两张毕业证书 目前参与的普及度都在持续的增加中 之前快一年了 从国中的那个CLEAR到高中的EMI 目前都在实施 那我们希望从国中的情境 让他不会担心跟外国人讲话 然后从CLEAR的那个教学方式 到我们现在高中的国际专班 我们去年有签那个双年学士 先会我们这个高中 所以我们高中生有两张毕业证书 那我们现在执行的这个学生的量 跟全校的普及性都一直在增加 那学生的表现其实刚刚各位都有看到 那学校老师对这件事情的共识度也非常高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六年的国高中的计划 让学生从勤定的学习到EMI 英语全面的教学 让他们再升学 这块入我们有六年的规划 那我们全校的学生在任务区跟共产区 我们是一个学员 那我们的英语教育跟未来203年双语国家 那我们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也要首当其中担任这个任务 让我们学生跟我们高雄式的双语教育跟国际教育 能够稳稳打前进往前迈步 校长你们那个美国玄阶的学校是哪一所 美国会有门跳高中 我们现在有20个学生 他们在修这个课程双连学词 而且全英文上课 要修四个AP 然后四个AP里面有一个通过 还有一个全英文的英文 这样 我们上高中 上 略祥高中校长庄迅当哲指出 学校的双语普及率已经超过30% 许多的竞赛与发表都采取全英文来进行 对学生学习自主非常有帮助 非常的高 那国中高中都已经含着 覆盖率分别教学 已经超过30% 那我们的上学期呢 有进行过又话剧演讲比 话剧比赛 话剧的展演 全班上学六个同学都上场 那么这个学期我们就用SDGs的议题 全班都有分成12组 有我们导师分成那个 私后组安美组有三个同学来 做这个发表 都是全英的方式 我们也请了大学教授来进行这样的活动 另外我们也把那个双语课程 变成我们的选修 变成同学们在 多元学习还有自主学习课程里面 一个非常好的题材 另外我们也跟 美国正义高中做了双语词的合作 那么学生在 学完这个学问之后 可以拿到两张的文凭 一张是美国正义高中的大学 高中文凭 可以直接申请美国大学 另外一张是我们国内的 瑞翔高中的文凭 一样可以申请国内的大学 那么这样子的管道是多元 而且是非常丰富的学习的历程 那么这个都要感谢我们教授 跟我们的班级导师 农级导师 他一心经营的这个成果 那么我们也向下延伸到 国中的部分 那么整个双语课程的 复告率已经超过30% 农约高中赞 凌云高中校长黄碧会认为 课程设计让学生 在生活中理解英文的 听说读写 在一年内已经看到 学习的成果 而对于未来 他充满着信心 教一下培养孩子 能够快乐自信的孩子 那凌云高中呢 位置在 不是山上 也不是市区的学校 那我想说资源进来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呢 在除了在地以外 我们在地的课程 放进来 让孩子们呢 可以生活在这中间 就用双语来学习 那我觉得对孩子来讲 是很重要的 那凌云高中 在这一年里面 我已经看到它的成果 因为孩子们就在 外师的代理之下呢 其实他们已经可以慢慢 在生活中就可以理解 可以说 可以听 做出了 I'm standing and speaking Listening It's not a big problem for our students 那我想说 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这里的学生 还有老师师长 还有我们的家长会长 在这里也都很集中学校 那所以我们的课程 我们期望未来 一定要再往前走 梦想很重要 梦想很难达成 但是现在不做 未来会后悔 一步一步做 我相信我们到时候 会达到我们的梦想 我们的理想 我们会达到的目标 明北高中赚 终于国际赚 明北高中赚赚赚 杨新闻记者 陈文平高雄报导